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村妇带着一个孩子有失拜访圣女大人 男主笑了笑 把孩子引到小白身边 孩子想要解除与朋友的误会 他恳请小白时光倒流 小白笑笑 说他只能接纳迷茫之人 并为其指名方向 这就是圣女的职责 开导一番后 小白握住孩子的手说道 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心里有数了吧 受到启发的孩子点了点头 便离开了教会 送走孩子之后 小白摊躺在椅子上 完全没了刚刚的那一副端庄的模样 他迷离的小眼神似乎在说 啊 我累了 我累死了 男主无奈地说道 你刚刚的样子和现在真是截然不同呢 小白倒是敷衍道 哎呀 没事了 要是有人进来的话 我就马上做好 话音刚落 村妇又折了回来 看到小白端庄的模样 他笑了笑 随后表示 自己的女儿考了些小点心 想来感谢小白 顺便村妇还夸赞到小白 一直都是那么完美的形象呢 男主见状 心里很是疑惑 哎 小白居然在自己面前不装乖啊 话说这就是反差萌嘛 好上头 这天 他们刚送走前来教会的孩子们 没等孩子们走多远 小白就扑通倒下 大呼好累 这难道不是现实版射出缩影吗 男主无奈吐槽 稍微忍耐一下嘛 小白大眼睛扑闪扑闪 一脸无辜的卖萌 你给我鼓励的话 我就能加油了 果然 萌主的力量是无敌的 无奈之下 男主只好去哄小白 小白瞬间复活 显露出一双猩猩眼 于是跟在男主后面乖乖回去 而小白的一天呢 除了发呆就是发呆 他这样的状态 男主见了直呼堕落 但小白却一脸软萌回击 明明就是男主让自己什么都不用干的嘛 无奈之下 男主解释 那是因为太危险了 很可能会受伤啊 随后他思索了会儿 决定让小白从明天开始就去打扫卫生吧 第二天 从未打扫过卫生的小白 第一次拿起了扫帚 他盯着地板 天真的想 拿扫帚刷拉一下地面就好了吧 于是小白就待在原地拿着扫帚大滑水 嗯 嗯 没错 他就这么睡过去了 什么嘛 男主惊讶眼前的这个笨蛋少女 心生恋爱 连扫地都能睡着呀 要是不小心磕到头就不好了 果然 都是被宠坏的 他 等于男主把呼呼大睡的小白抱回房间 发现小白在睡梦中都还拿着扫把打扫 哈哈 果然是笨蛋少女呢 这一天男主要去每家每户巡视 本想让小白待在教会 没想到 小白自己强烈要求 想要和男主一同过去 男主本想拒绝 他觉得 以小白的圣女身份 很容易会让别人的幻想破灭 但奈何架不住小白的苦苦哀求 他终于同意带小白前去 一到村里 深受孩子们喜欢的小白 一下子就被一群孩子包围住 孩子们嚷嚷着要小白表演奇迹 小白非常紧张 眼神偷偷看向男主寻求帮助 小孩子虽然可爱 但是应付起来确实很难呢 男主停下手中的事情 表示无奈 圣女大人也和小孩子一样呢 听到这里 小白心想 小孩子约等于我 小孩子是可爱的 那么这样一来 我就是可爱的 此时男主补充道 要不就找个借口说 圣女大人的力量是用肉眼看不到的 这种借口来糊弄过去 小白想了想 掏出扑克牌 给孩子们表演了魔术 于是孩子们认定了 这就是圣女的力量 男主健壮 心想 算了 这样也好 回去的时候突然下起雨来 男主一边望着天 一边询问小白冷不冷 他一转头 发现小白衣服上全是水滴 这下糟了 男主十分担心 这样下去小白会感冒的 但小白这时打起精神 故作坚强地说 我没关系的 圣女是不会感冒的 换一种形式理解 其实只是小白从来没有得过感冒 这时一位信徒经过 信徒很热情地 把多余的伞给了他们 因为担心自己和小白的身高差过大 两个人一起撑伞会把小白淋到 于是男主提议 就让小白用伞吧 小白显然非常依赖男主 眼巴巴地看着他 想让两个人一起打伞 男主叹了口气 他刚打开伞 就发现雨已经停了 小白崩溃道 这是何等不走运的天气 结果他一不小心摔倒在了水坑里 这下好了 全身上下都湿透了 男主一脸担心 他急忙上前 用公主抱的方式把小白抱起来 小白缩在他的怀里 手中紧紧握着那把伞 脸上的通红 男主居然抱住了他 而且还是公主抱 这是多么难得的机会 当然要好好利用了 于是他用软萌的语气 小声说道 我个人的话挺希望慢点走的 第二天 小白非常开心 不断回味昨天发生的事情 这时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把小白从幻想拉回现实 小女孩天真的说道 圣女大人 我以后长大了 要和牧师结婚哦 小白愣住了 他好像感受到了几次威胁 蹲下来慌忙解释 这个想法很危险哦 牧师可能言行举止都很不错 其实他既死板又死心眼 太一丝不苟了 让人喘不上气 要是生气了的话 还特别可怕哦 没想到这些话 让站在小白身后的男主听到了 男主当场炸裂 把小白拉到一边质问道 作为圣女大人 怎么可以在背后 说其他人的缺点呢 要是对自己有什么不满的话 直接说就可以了 小白愣住 他有些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于是一扑冷 从后面抱住男主 比起这个 你身上有很多我喜欢的地方 突然被表白 男主有些害羞 他转过头去 哈哈 今天就做你最喜欢的司康给你吃吧 这天男主正在打扫卫生 他突然想起当初的事情 原来 小白是突然出现在镇上的 男主看他独自流浪街头 便让他住进了这个教会 虽然对小白来说 还会有更适合他的地方 但是小白坚持在这里住下来了 这天早上 男主边敲小白的房门 边喊道 起床了哟 再不起来 早餐都要凉掉了 但小白迷迷糊糊地表示 要男主进去 将他哄好了 他才能起来 好好好 无奈之下 男主推开房门 发现小白早就起床了 小白一脸兴奋地 向男主展示信徒给自己做的睡衣 怎么样 可爱吗 男主想当然地回答 可爱呀 但小白一把抓起旁边的枕头 说道 这是不禁 所以我要处罚你 男主一脸懵逼 接着小白又小声要求 把他抱到放早餐的桌子那边去 说完便用枕头捂住头 面色通红 男主无奈说道 好吧好吧 那等你先换好衣服哟 我就在外面 就在外面 小白一想到自己换衣服的时候 就与男主一强之隔 顿时害羞万分 他用枕头遮住自己 只露出一双眼睛 眼巴巴地睁着 于是他阴阴阴导 果然我还是自己去吧 餐桌上小白有些发呆 说自己一大早就很累 男主接话道 那不是你自己的问题吗 早上很忙的 下次你要自己起床哦 小白抿了一口茶 那是因为听到男主的声音 就醒来了嘛 男主奇怪地说 我可不是公鸡 整天叫你起床哦 好吧 显然呆瓜男主 没有听懂话里的意思 好了快吃饭吧 今天的早饭非常丰盛哎 小白想着 就把食物往嘴里揍 身为圣女 就必须对所有食物 抱有感激之情 男主见状说 小白似乎不挑食呢 但看样子 却是那种讨厌青椒 和胡萝卜的形象 小白马上反驳 这是偏见了 倒是男主 像是那种不挑食的人呢 男主点点头 笑着说道 我当然不会挑食了 小白有些惊讶 随后认真的对男主说 听着 所谓圣女 就是在接受神的洗礼后 是不能说谎的 可是自己没有说谎 而你相反的却说谎了 不觉得这很狡猾吗 小白嘟着嘴 有些小家子脾气 男主承认 自身不太能吃贝类 因为小时候第一次吃 吃太多了 就吃坏肚子了 但在那时候 就再也没有吃的机会了 所以这和不挑食是一样的 因为男主觉得 这件事情说出来太丢脸了 于是想让小白给自己保密 小白听了两眼放光 什么 只有两个人才知道的秘密 顿时坚定地说 我会死守到底 饭后 男主打算和小白一起去镇上买东西 来到镇上 小白像孩子一样 一直盯着摆摊的甜点 男主只好给他买了一些 见男主还是和以前一样宠爱着小白 老板娘提议说 自己烤了些烤肉 你们太瘦了 要多吃点啊 小白拍了拍男主说道 就算是变胖了 自己也不会嫌弃的呀 回去的路上 男主好奇地问小白 对他来说 人生乐趣是不是有很多呀 小白一脸开心地说道 和你有关的事情都缺一不可 男主乐了 他表示 圣女大人的食欲虽然很强 但很少表现出物欲呢 小白深情地看着男主 轻轻说道 欲望是有的 虽然不是物 而是人呢 说完他就害羞地跑掉了 只留下男主呆呆地站在原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总的来说 这个故事 都是满瓶的粉红色泡泡 毕竟笨蛋圣女 谁不喜欢呢 各位观众们 大可放心阅读 呃不对 是放心科堂 白圣女和黑牧师的甜粉 在普普通通的生活小细节中 都可以让你甜到掉牙 顺便给单身狗们撒一波狗粮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 点个订阅 大幕将继续为大家带来 更多的动漫讲解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